如今毛主席画像已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73年了 还需要挂多久呢 其实这个问题 1980年邓公接受意大利第一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就已经回答 那当时邓公究竟是如何解答的呢 法拉奇以其尖锐、犀利、咄咄逼人的采访风格而闻名于世 他不怕诠释 敢于提出最敏感、最尴尬、最挑衅的问题 让被采访者无所遁形 而且他从不满足于那些当权者表面的官方答案 而是要追问到底 可以说当时 法拉奇的采访对象包括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和名人 如基辛格、卡斯特罗、印骨尼西亚总统、伊朗国王、越南总统、美国总统、埃及总统等 而他则会与他们进行了深入而激烈的对话 探讨了国际形势、历史问题以及不同国家的政治问题 虽然法拉奇采访很多国家高层领导 但他最著名的一次采访还是1980年对邓公的采访 当时他对1978年 在北方谈话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新思路的邓公充满了好奇 也想要进一步了解邓公是如何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 所以当他得知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要访问中国时 他立刻向报社申请跟随总统前往北京 他希望能借此机会采访邓公 幸运的是 法拉奇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佩尔蒂尼总统很欣赏法拉奇的工作 他向邓公推荐了他并说服了邓公接受他的采访 法拉奇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他马上准备动身和彤彤一起在1980年8月18日飞往中国 采访的日子就定在法拉奇到达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8月21日 邓公同意了法拉奇的一对一专访的要求 只留下五人在场 法拉奇没有想到 他要采访的邓公竟然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家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邓公的敬佩和好奇 相反 他觉得他是一个有着非凡智慧和魅力的人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邓公是如何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 于是 这次采访中 法拉奇提出了很多尖锐和直接的问题 如天安门上挂着毛主席画像的原因 中国是否会走贺鲁晓富的路 中国是否认为资本主义有优点 这其中 法拉奇最想问邓公的问题之一就是 天安门上毛主席画像会悬挂多久 他以为邓公会否定或抹杀毛主席的功绩和影响 他以为中国会像苏联对待斯大林一样对待毛主席 但没有想到 对于这些尖锐的问题 邓公并没有违避或生气 而是以幽默和智慧回答了他的问题 展现了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深刻共察和远见着实 至于针对毛主席画像的问题 邓公则斩钉截铁地说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悬挂的呢 他又有怎样深刻的含义呢 天安门广场位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之一 而天门上的这幅画像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象征 它见证了中国的历史和发展 也承载了中国人民的情感和敬仰 1949年2月 北平和平解放 而这个万众瞩目的日子 也是毛主席画像第一次悬挂在城楼上的日子 这一年共有两幅画像悬挂与天安门城楼 除了这次的北平解放纪念 还有一次七七事变纪念 这两幅画像是由董锡文和他助手 根据毛主席的照片绘制的 他们用油彩画在铝和金板上绘制 然后用钉子固定在城楼上 随后在开国大典前 又由周令昭执笔 创作了新中国第一幅毛主席像 这幅画像并没有长期悬挂在城楼上 后来就被取下来了 原因是当时北京刮起了大风 画像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有掉下来的威胁 当时为了保护毛主席画像 只好把它拆下来 然后在重要节日或活动时 才会重新悬挂 之后 在1950年的国际劳动节前夕 天安门城楼上又悬挂了一幅 新的毛主席画像 他用蓝绿色为底色 表现了毛主席端坐着思考的形象 这幅画像由新莽执笔 但他也没有长期悬挂在城楼上 由于北京天气原因 画像容易被淋湿 后来 也只好选择在重要节日或活动时 才会重新悬挂毛主席画像 可以说 这期间 天安门城楼上 共悬挂了似乎不同的毛主席画像 虽然每一幅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故事 但是这些画像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 就是不耐风吹雨打 容易死不坏 之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决定采用一种新的制作工艺 就是用油彩画在亚麻布上绘制 然后用胶水粘贴在铝和金铝上 1950年 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一幅采用新工艺制作的毛主席画像 这幅画像也是由新莽执笔 高6.5米 宽4.6米 重约300公斤 它用红色为底色 表现了毛主席微笑着面向人民的形象 这幅画像比以前的画像更加耐久和美观 一直悬挂在城楼上 直到1952年的劳动节才被取下来 之所以取下 是因为除了日期迭代的正常更新外 当时北京正在进行天安门广场改造工程 需要把城楼上的所有装饰物都拆除 让他为了保护毛主席画像 只好把它拆下来 1952-1967年间 第六幅 第七幅均由张震士执笔创作 而这个时间段 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更新频率就之所以一些 原因是当时中国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 毛主席的形象被广泛地运用在各种场合和媒介上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不仅如此 画像风格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传统的侧面向变成正面向 直到1976年9月9日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当时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哀思和敬仰 平常政府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上重新悬挂毛主席画像 并且永久保留这一传统 以寄托全国人民的追忆 而这复复新的毛主席画像 则由王国栋执笔 这次的画像悬挂了近十年的时间 直至1987年才再次更换 最后一幅由王国栋的学生格小光执笔 他用红色为渐变的暖色 体现了毛主席微笑着面向人民的形象 创造日出东方的朦胧感 这幅画像是天安门城楼上 目前悬挂的毛主席画像 也是最经典和最著名的一幅 它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象征 它见证了中国的历史和发展 也承载了中国人民的情感和敬仰 从1977年到现在 天安门城楼上 共悬挂过八幅不同的毛主席画像 每一幅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故事 但是 无论如何变化 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 永远不会摘下来 因为它不仅代表了一个时代 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精神和信念 1980年 意大利第一女记者法拉奇 除了问邓公 毛主席画面要悬挂多久的问题 还问了哪些犀利的问题 邓公又是如何机智作答的呢 当时采访时 法拉奇先礼后兵地表达了对邓公第二天生日的祝福 然后才开始了采访 他当时提出了很多问题 涉及中国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 以及众议两国的关系和合作 他想知道 中国为什么要改变过去的路线 中国要走向何方 中国是否会放弃共产主义理想 他不避讳敏感和尖锐的问题 甚至有些挑衅和冒犯的意味 就这样 法拉奇向连珠炮 试的一个问题 借着一个问题的问 试图从邓公口中得到一些惊人或批判性的言论 在听完邓公表示 要永远悬挂毛主席画像的问题后 法拉奇又问了邓公一个更犀利的问题 为什么邓公总是处于二把手的地位 为什么总是当副手 邓公似乎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没有必要 他笑着回答 现在的岗位没有影响我们公共 并透露了 他和一大批老同志都将退居二线 让较年轻的人来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打算 当法拉奇问邓公对自己是怎么评价的时 邓公坦然的回答 我自己对半开就不错了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 就我一生呢 文心无愧 并指出 他也犯了不少错误缺点 当法拉奇想尽各种办法 想从邓公口中得到一些关于猫主席评判性的评价 但法拉奇的这个如意算盘却打错了 邓公表示 我告诉你 我们绝不会像黑洛肖夫 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我请你把这句话一定记下来 而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我们要继承和发展毛主席的正确思想 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或拥护 最后邓公还强调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历史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 我们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实现我们的目标 这次采访 邓公也没有回避任何问题 他用自己的见解和经验来解释中国的情况和选择 这次采访不仅让法拉奇更加了解了中国和邓公 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了中国和邓公 邓公他用自己的话语和行动告诉了世界 中国不会忘记自己的过去 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未来 也反映了他对中国未来的宏大愿景和信心 感谢观看